粉丝群的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苹果出品的动画 长这样 非常适合一个页面上有多个对象需要轮番亮相时使用 下面介绍一种制作思路 首先插入几个emoji表情 分别给他们安排一个背景和一个圆框 放到正确的起始位置 注意看 你可以把最上面的位置想象成一个舞台 处于这个位置的对象是充分显示的 而其余几组对象的背景不透明度相应比较低 从而形成反差 然后在他们环绕中心点运动的时候 不透明度同步在发生变化 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神奇移动 把当前页面复制几份 然后依次在下方页面中调整对象组的位置和不透明度 过程当中为了准确定位可以使用参考线 也可以插入几个和对象组圆框等大的正方形 放在背后作为定位参考 处理好之后把它们去掉即可 然后在页面之间使用神奇移动过渡动画 它们就跑起来了 给每一个最上方的对象组加上注解 一个轮番登场的动画就做好了 非常适合人物介绍或者是产品介绍的场景 如果你想在一个页面上完成它 也可以使用一道动画 和神奇移动相比的优势在于 可以让对象的运动路径变成弧形 观感更加舒服 你还有哪些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